這裡是東山鴨頭 這裡有一條街 東山鴨頭的招牌伶俐 而錦麟的鄉鎮夏鴨 則有夏鴨兒鄉之稱 是國內養兒 風氣最盛的地區之一 東山鴨頭 夏鴨兒各有特色 也各有各的擁護者 這次我跟昭榮化身超級助選員 分別為兩樣食材助選 昭榮負責東山鴨 我負責夏鴨兒 最後會重新演繹這兩種食材的新吃法 首先我看先去認識食材吧 所以我們今天東山這邊要看的是 東山鴨頭 哪有幹嘛這樣 你怎麼會要笑 叫他介紹 每次都這樣 來 我們這邊 我跟妳認真的介紹一下 這位 蘭大姐 她的姓很特別 是蘭子蘭 她姓蘭 然後她的名字叫大戶 叫蘭大戶 沒有 因為妳看到東山那一條街 排隊的那一家就他們家 肉等的那一家 做幾年 做62年 62年 這是肉 對啊 但這個滷跟我們一般的 印象中的滷不太一樣 妳這個叫做滾吧 對啊 它都大胃 大胃 它有一個很濃的焦腸醬 對 焦腸 很香 這樣子滾兩個鐘頭 對 它是邊滾的過程當中 讓它收汁 收到後來它汁就黏在了 那個樣子 對 這給妳喝什麼 怎麼這麼聰明 不是聰明 我讓她搖開 所以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對 你看那個膠質看那裡 你看那個被剃在洗的那個 會洗嗎 那是 那好 你看那個下面那邊 對 對 那邊是滷起來的好 抽起來在那裡 它有 它有 對 現在可以把它包起來 好 先走 這樣 轉過來 轉過來 對 抓一起來慢慢抓 好 對 這很像我們以前在吃可樂糖一樣 什麼可樂糖 你吃下去還是要輕手 來 有沒有 它就進去之後 因為它這個已經是完全全 你看 它已經完全全 成為肉凍狀態 你看 這是肉凍狀態 你看 基本上它現在是 只容你手 只容你口 不容你手 對 我現在撥過來 對 它也還好 所以你剛放進去的時候 它第一個是給你一個口感 像果凍的口感 但是你一旦熱了之後 它在嘴巴慢慢化掉之後 就好像那個蘭 蘭的滷肉有沒有 變肉凍之後放在白飯上面這樣 你在幹嘛 為什麼有這種東西 你沒有幫我準備白飯 這個就是要熱白飯 湯裡再喝喝 蘭大姐 我給你慶祝醬 好 什麼事 有沒有很多攝影團隊來錄播 有 有對不對 對 那你老實地跟著我講 有沒有人像我們兩個 這麼沒出息的去吃那個 沒有 你還沒吃 你還沒吃 我說老闆娘 別訝你了 有時候我觀察的點 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身為一個專業的貪吃鬼 看到這東西 是絕對不會放過的 像這種滷汁滷到成凍 精華中的精華 不誇張 白飯拌一拌 我可以連吃三碗 這熬煮成金黃油亮的鴨頭 鴨屎 我這又不珍惜的口水流下來了 衛生是滷好了 對 那個滷好了 滷好了是不是 對 等我一下 因為衛生很重要 沒辦法 這是沒辦法買的 對 這是什麼 我沒辦法 我常常看我去點的都會有 在這裡就很重要 比這裡去點的還要整個 還整個 我分給妳 好不好 好 我要下面這一支 真的 妳不用 還是這一支給妳 好不好 好 我們手都噴過酒精了 對 你看 你看 好黏喔 這個 它這個筋子比較好 筋子很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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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這樣 我怎麼會放筋子 我怎麼會放筋子 它整個味道都進去了 對 它的點那底 看起來都透光的 就是那種蜜到很入味的那種感覺 對 對 講啊 鼻很有咬勁 然後它的醬汁完全都入味 然後吃起來就是那種 真的 像你的吃相 你的吃相就是這樣子 注意你的吃相 我每次看電視 你在吃東西都是這樣子的 原來我的東西這麼不雅 它比較好吃的時候 才會點這個樣 好刺喔 對 對 它整個肉 我跟你講 我們有時候吃這種鴨翅膀 你就是在吃它什麼 不是只有單純硬而已 它的那個咬勁是舒服的 但你咬勁咬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沒有味道 但我跟你說 它從皮 充滿這個膠質有沒有 黏黏這個膠質 燒到裡面 你看 有沒有 都是黏住的 燒到裡面的肉 味道都是很統一 但最特別的是 我喜歡它的皮 因為你在咬的時候 它很軟 但是不是爛 它會再下去炸 對 就店面才炸 對 店面那邊賣的時候才炸 還有那個脖子 跟那個脖子在那邊炸 對 我懂的意思 現在就可以出 吃鴨翅膀了 這個東山鴨翅膀的由來 是從老闆娘公公那一代開始 原先認 是什麼部位都賣的 傳到老闆娘這一代 才改成專賣鴨翅膠 鴨翅跟鴨翅膀子的四個部位 好吃的秘訣就在這獨門的滷汁 同時大火滷上個兩小時 過程中還得不斷的 隨著火候式味道 最後再回鍋有炸 如此的耗食費工 真是讓我越來越期待了 所以這是鴨翅膀的鴨翅膀 這是鴨翅膀 剛才在工廠那邊鴨翅膀 這是鴨翅膀 這是四把 這都是鴨翅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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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幾個鴨翅膀 這幾個鴨翅膀 四五分鐘 四五分鐘 鴨翅膀 鴨翅膀他會 他會不會變 這樣我會去 現在要鴨翅膀嗎 現在來這個鴨翅膀 要鴨翅膀嗎 藍大姐 我要跟你講一件 很對不起的事情 好不好 好 那你要原諒嗎 好 別被原諒 我今年五十三歲 五十三個嗎 對 是哦 那我請你吃 可是請啦 我是說你聽到人家這樣子 你會不會覺得很生氣嗎 這好吃的東西 你怎麼吃 哦 你怎麼會這樣 不會 因為你千少來南部吧 台北也有賣冬山鴨翅膀 可是其實沒有吃 我一直沒有機會吃 可以吃 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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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這樣有準備好 可以吃吃 吃吃吃吃吃 因為這個比較硬 不可以吃吃吃吃吃 太燙了 這要怎麼吃 這咬下去啊 可以咬嗎 對 對 我怎麼沒有吃過冬山鴨翅膀 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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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錯過冰山鴨翅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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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樣 要撕開哦 就可以了 鴨翅膀的愛好的 來 來 你在這邊做一次 我這邊看 要這樣子對不對 要撕開了 然後呢 裡面都可以撕了 撈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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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已經把它弄斷了 這個是 剎骨年長 這個 櫈翅膀 重要呢 把它吃吃 這個要嚼一嚼嘴巴 有 你要嚼嘴巴 六叔的 很好吃哦 這是嘴巴 沒事的也好吃 你不要用你鏡頭沒有拍你 拍我到我吃揪臉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這別人都咬下去 對 這樣 這樣也可以 怎麼吃都可以 沒有騙你 對 咬得動 我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要吃 它也因為滷了很久 所以也有關係 對 對 對 你不錯 東山丫頭 我竟然錯過你53年 實在是太失禮了 老闆娘說 當初會有先乳後炸的作法 是為了增加保存期限 沒想到意外地做出新風味 炸過之後的丫頭 外皮散發出誘人的焦糖色澤 口感吃起來也更脆口 所以這個料理方式 就這樣流傳下來了 不僅如此 蘭大姐的女兒 還研發了東山丫頭的創意吃法 將鴨肉結合韓式食鍋拌飯 還有火鍋料理 將這路邊攤的小吃 更加精緻化